这起台湾丁子户的争议怎么解决连国际媒体都在关注 目前在大浦当地声援的团体以及学生超过了60人 他们组成捍卫大浦巡守队彻夜的捍卫大浦 聚拆户看见了声援团体情绪很激动 还一度下跪表示心中的感谢 圆屋保留 圆屋保留 信守承诺 信守承诺 声援学生手拉白不调高喊口号 打算彻夜协助大浦居民捍卫家园 拆户看见声援团体到场情绪相当激动 真的感谢 你们这些学生年轻的真的有 真的有心 大浦居民一度落泪 就是因为苗栗大浦似乎的争议还没解决 不过外传警方已经向警政署申请 周一周二两天的警力支援 随时准备强拆大浦四户 声援团体自主性组成巡守队 再度表明坚守家园的决心 不排除肉身主党 这个今天的大浦四户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武器 唯一能抵抗的就只有身体 不排除用肉体对抗怪手 就是为了帮助居民捍卫家园 来自台大清大的学生等六十多人 也打算跟居民站在一起 我们的吴父说要依勤礼法 这件事情不管在勤 在礼 在法上面 其实都有非常严重的瑕疵 都有非常多不合理的地方 所以我们来到这边 我们今天来到这边 我们是希望要回一些公里 声援民众表示 他们将肉业守护大浦居民的家园 捍卫居住正义 新唐来的电视综合报导 感谢观看